这是两只年轻的熊虎和慈虎 他们正直情斗初开 试着谈情说爱 让人好不羡慕 但是有人说不答应 隔壁四王黑帕正气得怒不可遏 他已经惦记慈虎幻音很久了 全然不考虑自己身边慈师的感受 黑帕以雷霆之势冲出宿舍 大步流星赶到现场 放开那女的 小年轻熊虎确实被吓到 只得弱心心的逃离现场 其实赤虎幻音对黑帕也是早有爱慕之意 毕竟黑帕浑身散发着威武霸气 小米美哪里经得起这种吸引 于是两者很快缠绵在一起 可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是 熊狮身边的慈师咋办 当着他的面对慈虎眉来眼去 要是能像普通四王那样语露君瞻也行 可黑帕偏偏独爱慈虎幻音 遭遇这么大的不公 慈师对慈虎心生歹意 可多次想慈师背后偷袭 都被熊丝拦了回去 并依顿拳打脚踢 而即便慈师终于找到下手的机会 才发现根本倒不过母老虎 慈师硬拿着对跨虎种的狗 吃虎男女没办法 窝了一肚子火 只得另辟蹊径 哎呀 吃口吵 慈师发现虎群驱的王者大壮有在附近溜达 便试着吸引他过来搭个话 无奈慈师长得确实有点寒惨 好半天 虎王大壮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出现在死亡黑帕的地头上 王者碰面 肯定会掀起一阵血雨腥风 兄弟 说好互不越见 两者选择挡着一团 难分胜住 而慈师也积极参与打斗 主要是趁机打熊师屁股 以报冷遇之仇 所以这里可以解开大猫迷们 多年的一个疑问 单狮王带着狮群 对阵独居的虎王 谁能赢 我想说 慈师帮谁打还不一定呢 好的 谢谢观看视频 记得点赞 订阅